我只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我的反應是一個本能的反應而已 並沒有說特地要去做什麼 因為我來這邊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那這個學習呢因為我過去的接觸面 跟公家這一塊的接觸很少 那他對我來講是有點屬於第三世界的人 所以說在溝通上面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的用詞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一個面對的態度 那麼大讓我覺得相當奇怪 那因為我這塊比較不高 那我會請教肖先生 那肖先生都會告訴我說 可以去接觸什麼樣提出什麼樣的疑問 所以接下來當他開了一個頭 我就直接的後面的去完成工作而已 那對立委的這一塊我是覺得說 同樣都是人 我們對一件事情的判斷 對一件事情的反應 對一件事情的示威價值的標準 應該都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你今天居於什麼樣的地位 或者不管是遵從或者是卑微 其實都應該一樣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當你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能夠用相同的同理性去面對它 而並不是說我今天我是立委 你們是我 是我比我卑微的人 所以當他們的反應 比如說陳真香他們的反應是說 這幹什麼什麼事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 那我養你幹什麼 所以我就會衝口一句 什麼人養什麼狗 這個這句話是對我來講是 一個直覺的反應 因為我覺得說你今天你身為一個 國防委員會的立法委員 你對於國防部沒有盡到監督的責任 你對於國防部的所為你是屬於縱容的 那麼也就是說 我當我們今天人民百姓在支付我們的納稅金給你的時候 你給我們的什麼 那因為當初回火的人是立委陳真香的助理 所以呢 什麼樣的立委就是什麼樣的助理 所以才會講那句話出來 那我是覺得說 我去進行這一塊 我是希望去說 有些公家單位的人 好像你不叮她的話 她是不動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今天我們 我很感謝就是說 今天我有時間 然後個性上也有點好像 我不太安逸一事 所以呢 我去做了這些事情 那我只是認為說 當我們能夠復甦的時候 就盡量去做 因為當你過了五年十年 當你回頭去看你過去的這一段日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帶給你不同的感受 而且呢 當你過去的那段經驗 是你未來的經驗 工作的一個可能一個協助的工具 所以我 我想說 在座都是年輕人居多 所以我是認為 你們今天能夠參與 可能你認為說 這不算什麼 可是對於邱和順來講 它是一股力量 然後對於你們自己來講 那應該你們把電話當作是收穫 因為你面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接觸 你不同的接觸會有不同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會給你 當你手心向下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獲得 就這樣 謝謝 謝謝美玲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我們的團長慧芳姐 各位好 我剛剛普通美玲 剛剛普通美玲 忘了講一件事 我們是那個 那個 阿對要 要申請買那個色筆跟鉛筆 我們要那個 那個 送白色筆的鉛筆 那個 誰彩筆進去的時候 那個鎖方 不同意 結果呢 梅玲呢 就去打電話跟鎖方阿對 加油